刚继承到亿万家产的顾样穿书了 成了书中纠战雀巢 下场凄惨的假千金 开局陷害真千金女主 逼迫反派当血库 正派反派都得罪了个变 为了狗盗结局 顾样果断和顾家吉品们划分界限 跟女主赔罪 给反派补血 自立更生不作死 顾样一睁开眼 就听见女人过躁的怒斥声 你明知道样样有血有病 稍微磕破点都会血流不止 你竟然故意将她推下楼梯 她感觉脑袋昏沉沉的 一时也没弄清 这是什么情况 但她很快就注意到了 旁边有个轻瘦少年 碎发微遮住了眸子 脸庞白净 五官精致 温软的唇微抿着 看起来很漂亮也很乖 她抬眸看了顾样一眼 那双眸子干净澄澈如止水 却又隐隐融着层薄物 紧接着 顾样开始胡言乱语 医生发现不对劲 就开始给她检查 就在这一瞬间 她脑海里浮现出了无数次画面 真假千金报错数十年 真千金女主强势回归 恶毒假千金未保地位 连番设计陷害女主 姐姐顾金 命运坎坷的真千金 强势回归后 披着一身马甲 各种御神杀神 所向披靡 妹妹故样 口蜜附近的假千金 多行不义 自食恶果 不仅失去一切 更是惨遭反派大boss 怒断食指 风诀 女配的人肉血库 从小受尽折磨 长大后成为反派的帮凶 内心扭曲 风批又病交 袁深彻底抢了顾金的身份 但依旧有危机感 害怕被其他人知道 他是假千金 就算记着 要让顾父顾母讨厌顾金 最好把顾金赶走 于是就设计了刚才那一出 袁深从楼梯上下来时 特意挑衅了顾金一番 然后故意当着软雪林的面 装作被顾金推倒 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回想结束后 他又听见这个女人在破声大骂 顾金 要不是有几一声和风诀 样样早就被你害死了 再听到顾金两字 他便愣住了 这眼前的 就是马甲都跟班更多的真千金大佬 顾金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穿梳了 而且还穿成了恶毒女配 一来就惹到真女主和未来反派 一个是身披马甲 但被诬陷的女主 一个是会砍掉他手指的风批反派 毁灭吧 这个开局完不了 刚要继承亿万家产的少女 竟穿梳成为恶毒假千金 不仅要面对马甲大佬顾金 还有病交小奶狗的仇视感 顾母低骂了一声 顾金我告诉你 今天样样要是出了什么事 你马上给我滚回你的乡下孤儿院 听到她的话 顾金只是散漫的轻笑了声 严谨一赶回答 我没推她 顾母又怒又冷的骂她 你还狡辩 你不要以为回来了就是享福的 顾家的真千金只能是样样 顾样清楚 很快广大读者想要看到的打脸情节就要来了 所以 她先一步解释 妈妈 姐姐没有推我 是我踩空 自己摔下来的 她才不要被打脸 气氛凝固了一秒 顾金只看着顾样不说话 没想到小绿茶竟然还以退为进 顾母皱眉 对顾金更恼火了 现在样样都给你开脱了 你就不能有个当姐姐的样子吗 顾金再次重复刚才的话 我说过了 我没推她 顾母还想继续骂她 顾样变慌了 您快别说了 帮我得罪马甲大佬 到底有什么好处啊 这时 挤一声温柔的开口 顾夫人 家里是不是有监控 查一下就知道了 顾样看到她后更慌了 她差一点忘了 这给医生是大佬腿毛 这就要打脸了 顾母闻言狐疑地看了眼她 这是是我亲眼看见的 找了监控又怎样 送她去坐牢 顾金不说话 只是冷哼一声 顾样觉得自己要完蛋了 她看过小说 大佬手机可是一直录像的 于是她便决定 马甲大佬的关系 可不能再恶化下去了 她就开口跟顾母解释 我真的是 踩空自己摔下去的 您别冤枉姐姐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当时姐姐的手机在录像 不信你看她手机里的视频 顾金手指微顿 看向顾样的眼神 幽伸了几分 她知道自己在录像 还这么做 顾母没去翻顾金视频 只是冷着张脸警告 既然样样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计较了 但你以后 最好别打不该打的主意 顾金走之前 悄悄瞪了顾样一眼 顾样微微一笑 姐姐慢走 随后 他们送走了几一声 保姆却带着风绝出门 顾样看到后叫住了她 这么晚了 怎么还带风绝出门 保姆神色复杂地看着她 小姐 你忘了吗 是您罚风绝少爷 不许在家住 顾样这才想起来 的确有那么一回事 风绝打破了原主的护肤品 原神一怒之下 就让他搬出别墅 去院子里的花房住 于是 他便开始刷好感动 上次说的就是气话 阿绝怎么说也算我弟弟 怎么能住花房呢 快让他回房睡吧 保姆汗手 我这就带少爷回原来的房间 风绝眼底竟是惊讶 谢谢姐姐 声音腼腆温软 像只小奶狗 顾样忍不住点气 脚摸了摸她的脑袋 摸完后 她脸庞微热 若无其事的上楼了 风绝则有片刻失神 垂在一边的手 顾由微微一紧 她这次又想了什么 新法子折磨我呢 穿书前 她是个顶级世家千金 外表看起来温柔淑女 但实际上她性格并不软 还有些叛逆 关上房门后 顾样打量起了四周 以及尽忠的自己 真不愧是恶毒女配啊 连头发都是这么扎眼的粉色 不过这恶毒女配 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和她走的还是一个风格 然后转念一想 长得一个风格 有什么用 她也曾是顶级世家的千金 心理治疗的事业 刚刚有起色 好不容易成为了心理医生 居然就碰上了穿书这种事 还穿成了坏事 做尽的恶毒女配 现在她死了 家产估计也落到 那私生子手里了 她怀疑她的死 就是那私生子造成的 顾样把书里书外的事情 想了一夜 彻夜难眠 次日清早 她便收到了两条消息 放心 看我今天怎么打烂顾京的脸 你的亲亲表姐 马上抵达战场 顾样立刻弹跳起来 我说你们这些人 怎么一大清早就想着害大佬啊 能不能消停点啊 餐桌前 有个女子在说话 姑姑 这就是你们家 那个养女 听说是乡下来的 看起来不太懂规矩 好像她昨晚还把表妹 从楼梯上推下来了 表妹现在没事吧 这时 顾样从楼上下来 早啊 软烟表姐和妈妈在说什么呢 软烟对她很热情 表妹来了 刚说到你们家 那个养女是白眼狼 竟然把你从楼梯上推下来了 照我说 这就是谋财害命 就该把她送橘子 她是阮家二小姐 顾家娱乐公司的艺人 为了获得资源 没少巴结人生 两个人狼狈为奸 干了不少坏事 顾样语气疑惑 软烟表姐 你骂我是白眼狼 软烟威正 连忙辩解 表妹我没骂你 我骂的是那个养女 她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 让她来煽风点火的吗 顾母咒眉看着顾样 可却没阻止住她 接下来说的话 你刚才明明说 顾家的养女是白眼狼 但是 姐姐顾京是顾家的真千金 我才是 顾家那个养女 顾母不舍的凶顾样 于是就瞪了顾京一眼 样样 是不是顾京逼你这么说的 你才是顾家的千金 顾样握住顾母的手 声音轻柔 妈妈 我想了很久 觉得这样对姐姐不公平 我代替姐姐 享受了顾家的优渥生活 和你们的关爱 但姐姐却受了那么多年的苦 我们要好好补偿她才对 不能让她回家了 还受委屈 顾样你平日里贬低我是私生女 没想到你连私生女都不是 软烟心底音有些快意 故作不明白地问 表妹这是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 然而这时注视着咖啡的顾京 忽然倾笑了一声 大概你蠢吧 软烟脸色微僵 你什么意思 一个香巴佬 也敢这么狂 顾家要是真看中你 早就公开你的身份 顾样惊讶地看了软烟一眼 一连你竟然连这是 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的表情 软烟表姐 你的确该多念些书 说完 她对顾京抛了一个媚眼 顾京顿时温柔地浅笑了一下 顾母握着顾样的手 正宗地开口 不管怎样 样样你都是我们顾家的千金 这件事 我和你爸爸会处理好 你不用操心 软烟听到顾母说的话 双眸划过一丝羡慕 不过顾样受宠也有好处 想到她这次来顾家的目的 她眸光闪了闪 表妹 听说上次我送你的那套护肤品 被小畜生碰坏了 这次我特意又拿了一套来 顾样收下护肤品 那就多谢软烟表姐了 软烟眸光微亮 听说姑父 最近投资的把酒化桑麻 请了寄影帝 我是寄影帝的粉丝 可惜入圈以来 还没机会和她见面 顾样抬眸怜悯地看着她 没关系的软烟表姐 见不到寄影帝也正常 毕竟你现在咖位不够吗 软烟顿时咬牙切齿 刚想说什么 就被顾样打断 软烟表姐 我要去情房练情了 没别的事 你请回吧 软烟笔的挑了下眉 从前顾样是顾家真千金 他也就忍了 现在他都是假的了 还这么傲慢 天才钢琴师 顾样竟是被爆错的假千金 而真千金竟遗落在乡下 顾家是锦城豪门 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 所以顾样除去要保证 基本的学习外 从小就得学音乐 舞蹈书法礼仪的 这时 马甲大佬顾京走到他旁边 神情散漫慵懒地问为什么 他言简一概 问得好似无厘头 但顾样却是听明白了 顾京是在问他 昨天为什么放弃陷害他 今早又为什么承认 自己是假千金 顾样当然不能说我传书了 你们都是小说里的角色 我知道你是大佬 惹不起 当然说了 估计也没人信 于是随口说 大概是摔了一跤 把我的三观矫正了 顾京目光落在他手里 那套护肤品上 便伸手向他要那套护肤品 见顾样迟疑 他单缝也眯起 怎么 连套护肤品都设不得给我 顾家千金的身份 倒是舍得给我 顾样盯着他 忽然问 姐姐 你看出来这套护肤品 有问题了吧 顾京起身走到了窗前 翻上去靠坐在窗边 看着窗外别墅园林的警官 你不是要练琴吗 练吧 虽然大佬几乎没有什么微表情 而直觉告诉他 他猜对了 只是 他知道这护肤品有问题 是因为记得小说剧情 而大佬隔着包装 都能看出 这护肤品有问题 他记得在小说里 大佬可没多管闲事的 找原生 要软烟送的护肤品 是因为他做的 补救措施生效了 顾京结义微动 入眼阳光刺目 他抬手微遮 这才诧异的发现 他刚才竟然在 顾样的钢琴声 与缠绵共眠 他似乎已经许久 没有这般安然入眠了 顾样随手弹完一曲 才停下 虽然是在大佬面前 搬门弄斧 但却又有些 想知道大佬的评价 姐姐 我弹得怎样 顾京轻轻瞥了他一眼 从窗子上跳下来 语调慵懒 带着朦胧睡意 还行吧 多练练 顾样只觉得 是他自取其辱了 第二天 他是被手机 持续的震动声震醒的 于是他便接起电话 那头传来少年 略带冷硬的质问声 顾样 热搜上说的真假千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声音虽然好听 但语气 却是把顾样的 起床气都激起来了 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才注意到 来电人叫薛夺 小说中 薛家和顾家定的娃娃亲 原生知道自己是 假千金之后被退婚 千方百计 想要嫁给薛夺 甚至不惜出卖 顾家的商业秘密 顾家被薛家吞并 他也顺利嫁入薛家 不过好景不长 薛家嫌弃他 没有利用价值 很快被抛弃 接着被书中 反派风绝报复 切断食指后惨死 忽然顾样收到薛夺发来的微信 你挂我电话 胆子真大 欲擒故纵 也要有个度 婚约要没了 我不信你不着急 他没风微调 这人有病吗 忽然客厅传来一声巨响 顾样便急忙走出去询问 妈妈 怎么了 顾母有些烦躁 薛家看了热搜打来 电话要退婚 婚约对象要换成顾金 随后他便命令保姆 把顾金找回来 他倒是要问问他 哪来的脸 抢自己妹妹的未婚夫 顾样语气温柔轻缓 妈妈 别气坏了身体 婚约换人是薛家提出来的 关姐姐什么事呢 顾母唉声叹气 你身败名裂 她嫁入薛家 不是她 还能是谁 顾样握住她的手 妈妈 热搜说的都是事实 算不上让我身败名裂了 而且姐姐刚回来 连顾家和薛家的联姻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算计着 要抢婚约 你应该也有让公关部 将热读车热搜吧 这条热搜却还挂在榜首 姐姐能做到吗 做不到的吧 顾母一愣 的确 顾金一个香巴佬 哪知道这些 那不是她 还会是谁 顾样好似不经意的提到 其实知道这件事的 也不只是姐姐一个人 不过表姐也不是那种人 可能是我多心了 顾母顿时反应过来 软烟 那小三养大的女儿 什么干不出来 昨天你拒绝了她 肯定是她报复 我现在就去找她算账 顾样立刻叫住了她 要不等 爸爸回来再商议一下 而且 软烟表姐 应该只是不小 心透露的 她对我还是很好的 风绝打坏了她送我的护肤品 她又给我送了一套呢 妈妈你看 用了后感觉 皮肤都变白变光滑多了 顾母脸色微微发白 哪有那么快见笑的 样样 那套护肤品可能有问题 我现在就让人 拿去检查一下 说完她便要离开 然而脚步一顿 立刻自责地抱住了女儿 样样 是妈妈没保护好你 害你被网爆 还丢了和薛家的婚约 顾样瞬间就感受到了母爱 她是偏心 但确实是个好妈妈 放心吧 这次她是顾样 她会好好守护顾家 等顾母离开后 她就贪坐下来 怎么每天都要打脸大佬的剧情 不累吗 不过按照故事线 今天风绝要被别人挨打 她得去赶去救正在挨揍的血包 袍门假千金 实在是太酷了 竟单枪匹马 去救病交小奶狗 顾样十分着急 得赶紧去刷血包好感度 这时候 前面走来一个跌跌撞撞的大伯 顾样正要给她让道 那个大伯 却是晕倒在了她脚边 而顾样愣在原地 这是碰瓷 路人见状 纷纷过来指责她 你这小姑娘怎么回事 没长眼睛吗 怎么把老人家给撞倒了 看这一身奢华的打扮 应该是个富家女吧 现在的富二代都这样 顾样不顾众人的议论 半蹲下来 检查了大伯的情况 这才发现 她并未碰瓷 而是心脏骤停 于是开始给大伯做心肺复苏 周围的人看到她的动作都是疑论 但很快又有人嘲讽 装样子的吧 二世祖会心肺复苏 她一个小姑娘行吗 可别到时候还添乱 这时 有个戴着口罩的少年 正义地站了出来 刚才全程我都看到了 她根本没撞到人 她是在好心救人 还有一个中年男子主动走上前 配合着顾样心脏按压的频率 做人工呼吸 几分钟后 救护车赶来 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救护车 其中一名医生 查看老人情况后松了口气 还好黄金抢救时间四分钟 没有被浪费 心肺复苏做得很好 她暂许地看了顾样一眼 小姑娘 你的急救措施很规范 心脏按压姿势很标准 顾样笑容灿烂 您也是 多亏了您的配合 您是医生吧 中年男人哈哈大笑 对 小姑娘好眼力 我叫几明辉 是锦城精神病院的院长 顾样告诉了自己的名字 就把目光转向那个口罩少年 刚才没来得及回复你 谢谢你帮我证明 少年挠着脑袋 有些不好意思 我只是实话实说 也没帮上太多忙 顾样看了一下手机时间 就急忙跟口罩少年道别 那少年刚张口的话 消散在了风中 小姐姐 我是纪警痴 这时候 有个人朝他跑来 小祖宗 你又跑哪去了 陈岛正到处找你呢 纪警痴好看的眉眼 满是烦躁 他把那个老想 往我身上摔倒的女二号 弄走没有 经纪人一脸无奈 小祖宗 这不太好吧 那毕竟是投资方塞的人 纪警痴轻痴 投资我来 把他换掉 接到对面一条偏僻的巷子里 风诀被一群人围堵着 小子 你敢拒绝我们大小姐 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跟他说那么多做什么 咱们先教教这小子怎么做人 再把他抓去伺候大小姐 你们大小姐是什么东西 也敢动我的人 这声音语调温柔带着笑 众人齐齐 转头看去 就看到了个柔柔弱弱的小美人 一男子色眯眯的 看着顾样朝他走来 小牛长得不错呀 趁着今天搁几个心情好 赶紧滚 别多管闲事 风诀看着那人的目光 瞬间冷的像看死人 周身的气息 都瞬间狂躁了起来 像是发狂的野兽 然而还不等他出手 顾样就把那男子 一个过肩摔摔在了地上 并且狠狠地踩在了他的手指上 手指锥心的疼痛传来 那男子疼得惊呼出声 这凄惨的声音 也让其他几名男子 瞬间收敛了看好戏的神色 纷纷朝着顾样围来 几分钟后 龙哥等人都躺在了地上 握着被踩疼的手指惨叫 顾样扫了他们一眼 垃圾 传输前 他是顶级豪门千金 虽然身边有诸多保镖 但家族为了让他有自保能力 还是把他扔到了特种兵部队 训练了一年多 风爵看着顾样有些愣神 见他走来 就好似被安抚的野兽般温顺了起来 姐姐 你没事吧 顾样朝他伸出一只手 笑得很是温柔 没事 姐姐保护你 马甲大佬比较低调 每次来锦阳轩吃饭 都是在角落 反正来都来了 只要他脸皮厚一点 大佬也不会不让他蹭顿饭吧 顾样知道龙哥等人围住教训风爵 是因为一个叫王云新的女人 他看上了风爵 摆出了身份邀请他 但却被风爵拒绝了 以至于恼羞成怒 派人去教训风爵并强绑来他 风爵感觉到了顾样的情绪 微垂下眸子 带着些小心翼翼的 姐姐 是我不好 连累了你 惹你不高兴了 顾样回神 恢复了温柔姿态 你很好 不怪你 以后谁再敢这么欺负你 我一定会帮你欺负回去的 风爵微抬眸看了顾样一眼 那岁发威之的眸中 似有寒冰微微笑容 这时候 警察赶了过来 谁抱的紧 顾样指着地上的人 柔柔弱弱道 我抱的紧 他们寻衅姿势 随意殴打他人 龙哥等人慌了 不是 你没看到我们几人都躺地上吗 是他寻姿挑衅打的我们 警察看了眼柔柔弱弱 让人保护感 爆棚的顾样 看向龙哥的眼神更加比异 你还污蔑着小姑娘打你们 有证据吗 他没有证据 我有 顾样拿出手机 把录音打开 正是之前他在巷口听到的那段话 就这样 龙哥等人就被警察带走了 顾样直接把风绝拉走 阿娟 我请你吃饭 他带着风绝进来后 就有试者迎上前 您好 请出示您的会员卡 顾样眸光微顿 会员卡 他光看到女主开的警阳轩激动了 却忘记了 人家这是 有会员卡的人才能进来的地方 您好 我是来找人的 顾样温声细语的模样 很是乖巧 那试者便询问您找谁 他找我 顾样还没开口 身后就传来了一道男声 很快 豪门公子哥们就认出了顾样 这不是薛少的未婚妻吗 什么未婚妻啊 冒盘货 哪还配得上我们薛少啊 薛少 他是来求你复合的 顾样转身迷惑地看着薛多 你是 薛多见他 仿佛不认识他的模样 皱了皱眉 别装了 我知道你对退婚不满 我对那个香巴老顾京 也不感兴趣 但谁让你不是顾家真千金 顾样难难了一句 小说里渣男的脑子都不太好 果然是真的呀 你说什么 薛多没听清 只隐约听到渣男两个字 脸色微沉了下来 没什么 说你脑子不太好使 要不换一个吧 顾样笑得温柔甜美 因为无论是我 还是我姐姐 都不可能看得上你哦 然而坐在里面的顾京 听到这话后 嘴角微微上扬 这话不假 薛多则微微愣神 怎么感觉顾样这心机女变好看了 而且 这怒人 竟然还有点可爱 可他不吃这一套 他不是我的客人 把他逮出去 别打扰我们用餐 这时 试者接到一通电话 明白 这就让他们离开 就在他们要离开之际 试者却对薛多下了逐客令 你的会员卡 刚刚被锦阳轩注销了 现在请你和你的朋友 立即离开这里 薛多愣在了原地 同桌的富少们都坐不住了 他们能进锦阳轩吃饭 还是借的薛多的光 马甲大佬的弟弟 居然是暗网黑客榜第七的 Jesus 试者直接给保镖打了个手势 这是我们老板的意思 并且嘱咐了 如果有人闹事 直接清场 薛多十分惊愕 我又没犯锦阳轩的忌讳 你凭什么削了 我的会员卡 试者没有理他 直接请顾样和风角到顾京那桌 顾样注意到 对面还有一个戴着黑矿眼镜的少年 这应该就是女主的小弟苏野 暗网黑客榜第七的 Jesus 吃什么 顾京把菜单推到顾样面前 顾样想着 自己是来蹭饭的 于是乖巧道 姐姐 我和阿快都不挑 顾京点了点头 对着一旁事后的侍者 随意指了菜单上的几样菜品 很快 侍者们便上汤上菜 顾样期待地看着菜肴 然而 当看到侍者一一摆放整齐的菜肴时 他却是愣住了 怎么 有点熟悉 他也顾不上半乖了 盘子刚落下 他就拿起筷子加了菜肴来尝 味道不一样 这和他穿书前 最喜欢那家私房菜 几乎一样的菜肴 可是味道都不一样 风觉垂着眸对顾样道 姐姐 不喜欢这些的话 我们再换别的 换到姐姐 喜欢为止 顾京轻吃了一声 不是说不挑吗 怎么 顾大小姐这么挑剔 连国宴大厨的手艺都看不上 顾样回神连忙辩解 不不不 喜欢 很喜欢 先不说人家女主餐厅的菜肴 味道的确和他口味 单就是当着人家锦阳轩老板的面 他也不敢说 这菜不好吃啊 这时候 苏也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老大你看 顾氏那帮蠢货 已经第七次花钱 降假千金那条热搜了 每次热搜刚降 就又被我送回榜首了 顾京神色微僵没说话 苏也却开口求夸奖 老大你不夸我吗 老大老大 顾样微微一笑 然后呢 苏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然后顾氏那帮蠢货 以为是其他热搜热度太低了 改报自家艺人的恋情 现在热搜上全是娱乐圈的新闻 但挂在最上面的 还是那个小绿茶顾样 他说了那么多 才发觉的问道 我叫苏也 小仙女 你叫什么呀 我叫顾样 苏也笑的露出了小虎牙 没想到小仙女你 竟然和那个小绿茶同名 顾样微笑的看着他 我就是热搜榜首 那个顾家假千金 你口里那个小绿茶 最强黑客顾京 不是十分互短吗 自家弟弟被Quest黑了 他竟然不帮他找回厂子 小仙女是小绿茶 苏也扭头看向顾京 期待着他的解释 顾京点了点头 他就是顾样 我妹妹 这一下不只是苏也惊呆了 就连顾样都惊呆了 大佬竟然承认了 他这个义父义母的妹妹 看来大佬姐姐的脾气还不错吗 挺好相处的 苏也待至了几秒 什么真假千金 豪门狗血 老大和小仙女 这不是挺相亲相爱的吗 于是他便开始道歉 想要把热搜撤了 然而当看向电脑屏幕时 他却是惊恶地发现 电脑被人入侵 攻击到死机了 操 我电脑被Quest拿傻缺给黑了 顾样眸光微动 但在原书里面 Quest是暗网黑客榜第三的大佬 黑客榜第一第二 当然是原书的男女主 榜三几乎是个小透明 可现在那没什么存在感的大佬 竟然忽然攻击了苏也 苏也感觉到了 老大对他的嫌弃 我还有手机 老大你放心 我这就把妹妹的热搜降下去 顾样嘴角抽了抽 谁是你妹妹 咦 热搜已经降下去了 苏也惊奇地看着手机屏幕 他还没动手呢 谁干的 老大吗 可是老大刚才一直在用餐啊 他盯着屏幕思索的时候 忽然手机也被黑了 草 老子和Quest那个傻缺 势不两立 顾样见风爵低着头玩手机 便开口叫他别玩了 把饭吃了 风爵乖顺地放下手机 谢谢姐姐 顾样知道 顾京和小弟碰头 肯定有事要谈 于是很识趣地蹭完饭 就带着风爵先走了 苏也收回视线 看向对面的顾京 那个顾样 和我们查到的性情相差挺大 顾京没接这话查 而是轻转着酒掌问 那边处理得怎样啊 苏也知道 他问的是什么 神色多了几分严肃 放心 他们一时半会 查不到那东西在景城 那帮蠢货也想不到 老大会特意先去量成摆他们一档 又利用顾家珍千金的身份 明晃晃地来景城 顾京协议在窗口 也瞒不住所有人 帝都肖家那位 不也来了景城 不过他就算来了 也只能是白跑一趟 出了景阳宣后 顾样看着风爵 依旧觉得罪恶 原生经常利用自己 有血有病这点来陷害人 每次出血后 都要风爵给他输血 甚至有时候 还故意受伤折腾风爵 因为顾家收养风爵的缘故 风爵对此从未有过怨言 一直都是温顺乖巧的模样 顾样觉得 这要么就是风爵太过纯凉 要么就是藏得很深 若是前者 他给他多送温暖 多点关心多点爱 很容易就能把以前的事 给接过去了 可若是后者 那他的食指就危险了 忽然 他转头看向身后的风爵 注视着他的双眼 声音轻缓 阿爵 从小到大 我有意无意 害你给我输了无数次险 你怨恨我吗 风爵神色似乎有些呆滞 文言微微摇头 声音温软 不恨 我的血都是结解的 顾样有些惊讶 也有些一言难尽 在他的催眠术下 就没有谎言 所以 风爵说的就是内心真实想法 虽然顾家所有人都认为 风爵是他的血苦 他的血都是他的 但是 竟然连风爵都这么以为 只能说 顾家这洗脑的也太彻底了吧 不过听到风爵说不恨他 他还是松了口气 没黑话就好 顾样忽然伸手碰了下他的头 见他神色恢复清明 似乎还有些懵懂的模样 面上露出浅笑 刚才你头上粘了东西 我帮你服掉了 风爵乖巧道 谢谢姐姐 走吧 陪我去逛逛 顾样走在前面 步履轻快 他决定从现在起要好好补偿小血苦 不让他黑化 风爵跟在顾样身后 干净的毛子 犹如透进阳光的明窗 唇角微微明起一个乖巧弧度 但藏在他身后的那只手 手心却是被指甲掐出了鲜血 豪门假千金 要不是用催眠术确定了 这是只心思纯良的小绵羊的话 他都要以为小奶狗弟弟在故意聊他 顾样和风爵走进商场购物 他一心想补偿风爵 于是看到什么 他用的上的都给他买买买 几乎都是顾样买然后结账 风爵在乎后面无奈地提东西 顾样买买买后 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 但转头看了看风爵 又看了看自己空空的双手 尴尬轻咳了一声 对他伸出手 左手的给我拿吧 风爵声音清澈温柔 不用了姐姐 我拿着就好 就在电梯到达三楼时 有很多人便走向了电梯 顾样感觉到好紧 风爵就把他护在身前 不让其他人挤到他 顾样的脸却微微发红 因为他感觉着气氛怪怪的 对面一个中年妇女 看着两人笑道 小姑娘 你这男朋友对你挺好啊 可得好好珍惜 顾样有心解释两句 可偏偏这时候电梯到底了 人也散了 也没有解释的必要了 于是他便转移话题 阿爵 今天买的你喜欢吗 风爵温柔的嗡了一声 只要是姐姐送的 我都喜欢 顾样许久才挪开视线 要不是用催眠术确定了 这是只心思纯凉的小绵羊的话 他都要以为 他在故意疗踏了 天黑的彻底的时候 顾样才回到顾家别墅 就听见了顾母的骂声 顾样 你看看 你哪有一点豪门千金的教养 天黑了不回家 是不是下次就要夜不归宿了 顾样轻斥了一声 我的确没什么教养 毕竟从小有娘生没娘养 顾母闻言 气得怒火中烧 正要伸手去打她的时候 顾样立刻推门而入 妈妈等一下 我回来了 可顾母无动于衷 刚好打了顾京一把掌 你这是对长辈说话的语气吗 没教养的东西 顾样的心一沉 脑子里无数的玩了刷屏而过 顾京冷笑一声 顾夫人 你嘴里优秀的顾样 怎么才回家呢 你不妨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顾京 你就是这么称呼你妈妈的吗 我今天就交赞 怎么敬重掌备 顾母再次仰手 又想打她 顾样当即过去抱住了她的胳膊 妈妈 姐姐刚回家 还没有完全适应 这改口 也得有个过程呀 听到她的话 顾母怒气稍稍消了些 但却依旧不愤 还是样样懂事 不像某些白眼狼 顾样忙打断她的话 果断拿软烟转移仇恨 妈妈 软烟表姐送我的那套护肤品 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果然 一提到软烟 顾母果然把对顾京的怒火 都转移到软烟身上了 那妾人果然心思歹毒 那套护肤品千含量严重超标 你开始用的时候 会觉得皮肤增白明显 但久而久之却会毁容 顾样对此早已知晓 但还是装出一副受精的模样 怎么会这样 我对软烟表姐那么好 她竟然 顾母冷笑 还能怎样 她这么做 自然是因为嫉妒你 我看热搜的是 十有八九 也是她捅出去的 我一定收拾那个贱人 还好上次软烟送的 被小绝打翻了 但还是得去医院检查下 顾样乖巧点头 是啊 多亏了小绝 否则那套 护肤品我一直用 脸说不定都烂了 随后她陪顾母吃晚饭 说了会话 直到她怒气消了才上楼 顾京在她卧室的门边倚着 一手轻柔着 被顾母用手打中的肩膀 一手滑动着手机屏幕 顾样猜不透大佬的心思 但觉得便宜妈妈 拉了不少仇恨 她还是挽回一下比较好 姐姐 妈妈今天肯定是被表姐气坏了 我替她给你道歉 顾京把手机往前一递 上面显示了个微信二维码 锦阳轩的饭钱 扫码还是现金